我们现在从波密出发 这边下雨了 现在去往巴塑方向 可能我们到了巴塑 到邦达的话 我们就转到317了 317的路况现在比318理论上还要好 318的话进账的人太多了 现在像波密停车场已经都停满了 但是停车场确实蛮好的 它有水 然后也有电 电水一块也多 我昨天把这车也垫出满 这边的话 停车是免费的 水也是免费的 然后管理人员也满 服务也满热情也蛮好的 确实真的蛮好的 就是车太多了 我们只是说在这边打个街 这一段路你看了 就感觉像南方浙江的山里面一样的 没有西藏感觉 路还是比较直的 相对来说 没有多少盘山公路 然后雨水比较多 就像黄梅天一样 春天的雨水比较多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上次就有时间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星空的生涯 你的心跳不牵挂 穿过三一八网红冲水 起车点 你很想 下一条一遍 就是 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心车高人 盛开着永不掉力 让莲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那么有朋友说啊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来西藏 我劝你不要来 还有什么样的车也不适合 我们聊一下 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呢 没有中国国籍的 没有中国身份证的人 不要来西藏 因为你来不了 你进来的话 不允许非中国人士 没有中国身份证的人 那有的人是有国外护照 但是还是有国外 有绿卡 国内还是有身份证的是可以来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西藏要来的话 一定要有我们国家的身份证 第二个 犯罪前科的人 你有犯罪前科的人 那么你是办不了边防证的 那么你来得了西藏 但是到不了一些偏远的地方 就是边疆的地方 比如说阿里的 靠那些边疆的地方需要边防证的 包括山南 我们这次去山南 有些地方 它也是需要边防证的 有几个线 是靠的边境线的 那么你如果有前科的 你理论上是办不出 你或者犯过罪的 你是办不出这个边防证的 边防证办不出 你就进不了 那么第三类人的 你如果来自驾游 你适应不了高反 因为它这个海拔比较高 特别是像阿里地区 四千多的 那么你如果体质 或者心脏 这一类的 或者说身体方面 受不了的 那么你就不能来西藏 因为毕竟西藏的高海拔 如果你在路上 遇到什么身体上 突发的情况 你要下山 或者找大的医院 或者找到哪里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费力的 比较费时间的 你开车出去 抢救的时间够不够 所以说我们身体 确保能够来高原的 一个生理状况 倒不一定是血压高不能来 血压高也能来的 要看你的身体的情况 能不能适应 年龄大的也可以的 我们七十多岁的 有几位大哥都在脱挂房车 自己开车上高原 这个都没问题的 然后小朋友的话 应该都没问题 小朋友他那个 胜益能力强 高反的情况呢 我们是逐步逐步上来 但是到了西藏 确实医疗条件 荒山野岭的地方 特别是 有些无能去的地方 特别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个是第三类 第四类呢 如果你自驾游 你是新手 我劝你别来 你是一年内的 还实习期的 或者说开车 不怎么老练的 不怎么开车的 是个本本族 有本 没有驾驶经验的 那么我劝你还是慎重 因为怎么样 你看很多有盘山公路的 不单是这些地方 不单是说 我们新手 有一位号称 当过兵的 三十多岁 四十来岁的 然后开一个房车 买了一个房车 自己开 开那个山路 开到一半 就开到左供了 318开到左供 他就下了 下汇去了 下了就掉头 开回去了 不敢再往里面开了 他觉得 这个风险太大了 这个危险吸收太高了 大货车 你看我们大货车 刚才也是的 汇车啊 都是有风险的 我们在318 在开车的时候 也每次来都会看到 开到这种路沟 看到吗 开到路沟里去的车子 翻到这个山崖边上去的 这种情况都有 当然我们看到 人倒还没事 那车翻下去了 这事故啊 也发生不少 那像我们这条路啊 我们现在的下坡路 连续了60公里的下坡路 我都没有用油 都是用电 然后电的话 它还有能量回收 所以说 我现在是达到 100公里 0.9升油 100公里 这一路下来就是 它50公里啊 0.2升油 100公里 0.2升的话 50公里是应该 0.1升油 就是没有用油 全是你看 全是下坡路 下坡路呢 就是你如果 不是能量回收的车子 如果你的车子是手动挡的 你挂个低的档位 三档挂两档 两档挂一档 把它挂得更低一点 它用发动机来控制它的速度 不能老次踩刹车 那个当兵的那个人就是这样的 他看到下坡路速度快了 他踩刹车 踩到后来 这个刹车盘都发烫了 他都不懂这一点 这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 你没有开车的一些 山路的一些经验 或者一些常识 那么你到这个西藏来 这么各种路况 很复杂的路况会比较多 那么你这样的驾驶水平就不要来 那么还有一些 他说我不开车 我坐车来 那么有些住在城市里面 年纪轻的 或者说 我们说起那个上海 当然也不是全部 有些人觉得上海的小姑娘 或者那个小阿姨 她娇滴滴的 她在城市里面生活习惯了 她到西藏来 啥都不习惯 吃也不习惯 然后住宿 各方面条件都差 然后又有高反各方面 然后她觉得受不了 这些人我也劝他们不用来 你们就看看 手机上的 看看抖音里面的视频照片就可以了 看看这张景色就可以了 还有一类的就是说 太忙 没有时间的 如果你要自驾西藏 至少十天或者七天 你从成都开到拉萨就要开个七到十天 因为你如果真的没有经验 第一次来不能开得太快 风景是在路上 但是呢 你只有这么几天 还要开回去 又是七天 是不是十四天 那么你中间还要玩吗 当然有个方案就是托运 就是你把车开上来 或者你把车托运到拉萨 坐飞机到拉萨 再开回去 这个都可以 两个方案选一个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开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个车子放到拉萨 给你托运回去 小车 然后你坐飞机回去 那么这种情况呢 八到十天是可以的 你还要坐飞机回去 因为大家有的确实是没有时间 工作很忙 有一个假期七天 当然我希望来拉萨旅游 来西藏旅游 时间要长一点 最好是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 慢慢的把这个沿途的